剛剛就是先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並且把它切割成一個一個的串列 那為什麼一個個串列 因為我只要把這個 裡面一個個串列裡面的一個一個的資料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抓出來之後呢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把它放到資料庫裡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呢接下來第二步呢 我需要什麼 再結合 之前教過的新增資料 的這一個 範本 那做什麼呢 第一步的話先建一個空白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第二步的話呢利用那個create table有沒有 去產生一個table 這個table就一個表格啦 然後呢 並且告訴他幾個欄位 然後呢再用insert into呢把我們下載到的資料呢 全部 通通 都 把它放到資料 那個資料表裡面喔 OK應該這個有印象吧 那再來的話因為 這個後面部分應該做什麼喔 我這邊已經有預先先做好了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我們雲端白板的第五頁 新增到資料庫 啊它一樣啦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這三行 把它放哪裡呢 其實喔 都把它放在上面好了 我先把這三行 其實 這邊跟前面的不一樣的地方就只有這個 Db的名稱 我換一個叫market-db 那底下有多兩行喔 這兩行是什麼呢 如果那個 Table如果存在的話 這兩行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我們先把這三行呢 Ctrl C 然後放哪裡呢 先把它放到這上方好了 我們把它放在第二行貼上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庫 名稱叫market.db 然後這個是資料表物件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建立那個資料表 那資料表的話呢 總共呢 裡面因為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12345 五個欄位要叫什麼名稱呢 其實很麻煩 乾脆我叫abcde好了 因為有時候啦 你要命名 有時候要想說 這個日期要叫什麼 喔 然後要叫一個名稱 總列要叫什麼 很麻煩 乾脆我取名叫 ABCDE好了 有點像Excel一樣 所以我底下的話就建立一個table 那語法的話 就是叫什麼 CREATE TABLE 如果不存在的話 那名稱叫market01 底下的話有 ABCDE 那因為呢 第一個欄位日期 所以呢 我給他的 形態 有沒有發現 這邊叫Date Time 如果以後的話你的是日期時間的話 可以給Date Time 那這個應該是文字 這文字 這文字 那這個的話如果你用int的話 Integer的話 他的小數點會不見 所以我們用double OK 所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建立那個資料表 我把它放在 這個程式的第幾行呢 放在這裡底下 這樣子 底下這些就下載那個下載 下載不用下載資料 所以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有沒有 所以SOP資料庫資料表 然後裡面總共有五個欄位的資料 好 那等於是一個蘿蔔的坑嘛 所以呢再來我們就把那個資料抓下來 那抓下來就五個坑 有沒有 五個坑然後放五個資料 所以喔這五個資料怎麼把它塞進去喔 就底下的 所以喔這中間這一塊是 下載剛剛的那個list2的東西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它寫進去 主要是黃色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控制一下 所以第三步喔 就是把它放哪裡呢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print list 特別注意喔 就放在這個下載list2的下方 那底下的話因為我們不是有 上面有五個坑嘛 A B C D E 然後放 五個蘿蔔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那怎麼樣把這個給抓取下來 特別注意喔 這個整個 就是一個list2 那如果list2裡面的第一個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list2裡面的 中瓜壺0嘛 這就抓到這個東西 然後下一個的話 中瓜壺1 中瓜壺2 3 4 應該有概念吧 那在回圈裡面的話 那就先抓到第一個 抓到第二個 因此類推 那不就全部抓到了 那一邊抓到之後一邊insert 所以底下 這兩個動作喔 OK最關鍵的地方喔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是SQL的Stream 就是SQL的命令 主要是insert into 到哪裡呢 到這個market01 所以market01喔 後面的話呢 因為剛好五個 所以呢 Values後面呢 也要給五個東西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會發現五個嘛 那因為 日期時間 跟文字 請特別注意喔 前面 都要加上單一號 Data也一樣 要加單一號 OK這個可能是規則要稍微記一下 但是Double不用 OK所以你這個Double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不用 因為Double是數字 Integer也不用 不過 跟各位講 其實我之前忘記了 我會把它 就是加了 加了會怎麼樣嗎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也可以啦 但是 理論上是不能加的 OK 所以我們還是正規一點好了 這個不要加 然後 後面的話呢 就把 一個蘿蔔的坑嘛 所以有 12345 五個東西 分別把它丟到前面去 就是我剛剛講 12345 分別丟到前面去 有沒有 一個一個的放好 有沒有應該可以懂 這個程式啦 其實不難 以後的話 你把它拿來當範本 那這樣的話很快 網路上的資料呢 就全部下載到資料庫 OK 那Excel是把他放 直接就把Excel當資料庫 所以 VBA 方便的地方是 不需要資料庫 OK 好那我們就 一個個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最後就是多一個語法 SQ 把上面這個語法 執行 最後呢 Conmin close 協入成功 這樣的話就完成 所以 剛剛的程式 如果按照那個 標準的SOP的話 現在好像 大家都很在乎那個SOP 如果SOP沒做到的話 可能就會被File掉了 OK好了 聽不懂 沒關係 所以 第一個SOP 就是建立資料庫 第二個是 建立資料表 二 二 三的話呢 就是從這邊喔 到底下喔 這個就是什麼 做Insert into 就是把資料放進去 放什麼資料呢 就是放我下載下來的資料 應該可以看懂吧 反正以後就照這樣 去 去套就好了啦 所以喔 像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 其實 都會想一下懶人的方法 反正就 那個飯本先做好了 以後就照套就好了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之後呢 真的可以閉著眼睛 就可以把事情做完 真的耶 所以我會先把那個 相關範本 那個範本當然我是覺得 我是還蠻大方的 我還分享給別人 我做好的範本 也會 提供給各位 以後的話 你們也不用花那麼多力氣 再去思考 不然的話說真的啊 你要把這個寫 寫出來的話 哇 對你來說應該是一個很 挑戰的 OK 難度太高了 算了 你乾脆就先照這個方法 等到你以後 已經很熟悉之後 沒關係 你再變 沒關係 歡迎 如果你們還有別的心得 歡迎你可以再提供給我 我會蠻開心的 因為有些同學 真的很棒 做完之後還會跟我講說 師這裡怎麼怎麼樣做 更好 對我想說 對 他提供了一個蠻好的思考點 我自己當然難免會有盲點 不過這個好像比較少 大分100個 看有沒有一個學生 可以提供給我參考 我都覺得還蠻開心的 OK 做完之後的話呢 最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麼多層次 總共24行的 然後要RUN沒有問題 那真的是 不太容易的 不過呢 你只要 每個細節都注意到的話 應該就沒問題 再來就是如果有BUG 沒關係 我們把那個BUG 把它揪出來 好試一下喔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print 其實就可以不要print了 所以把這個print 乾脆把它關掉好了 Ctrl加1 Ctrl1 然後呢 就直接 如果等一下 看到的結果是 寫錄成功 那OK 沒問題 那我們再去把它開起來 看看就OK 來資新 OK看一下喔 不過可能因為他現在 會去抓那個 台北市政府 主的主機上面的那個檔 然後呢 再把它以為的抓下來之後 寫到我們資料 所以會有一個 時間差喔 那至於這個時間會多久 可能還是要看你目前的電腦的連線狀況 如果連線狀況很好的話 OK 但如果連線不好的話 可能要等待 等一下下 有點像模擬 你瀏覽器 以前可能要開瀏覽器 然後去把它下載 現在的話全部都 電腦去把它完成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確認什麼呢 這個資料庫到底有沒有幫我 寫到 這個電腦裡喔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 Market 1.db 那一樣我們可以 我的習慣是 用那個 SQLite Browser 這個 這個也是免安裝的 把它開啟 那因為我的路徑是放在 低疊底下的那個 Python的 2020這邊 這邊就有個Market 一般習慣我是修改日期 排序 他放在第一個 有沒有 我們程式裡面不是有個 Market01.db 這個 就這個東西 有沒有在我的根目底下 被看到 有 這個喔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看看 有啦 這邊有個table 叫做 Market01 這個東西的話實際上 就是create table if you not 就這個東西 裡面的話總共會有 五個欄位 形態也會出現 那browse data看一下資料有沒有進來 有啦有沒有這些資料 總共幾筆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下面這邊 24474筆 就全部進來了 但是喔你會發現喔這個資料 他是從1月1號有沒有 2019年的1月1號 到 6月6號 所以喔其實還有一些資料 你們可以再到 這個 這個上面找一下 顯示更多 這個裡面喔 他其實有 有一些資料是躲起來的喔 其實我們現在只有下載這個 這個而已喔 啊底下這些還沒下載喔 在哪裡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其實怎麼做呢 很簡單嘛 你再把這個複製 然後貼過去 就可以抓到這個資料了 再把它複製 就這個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整年度 其實這個裡面應該是2019啦 我發現他 台北市政府 很 現在已經20 2021了 他現在還在2019 所以這個 應該可以寫信跟他講 可以update一下 好不好 對喔 OK 2019那個時候 這個這個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然後這個資料的話在06、01的 第五頁的地方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它完成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有個固定的寫法 只要那個寫法沒有出錯的話 理論上 沒事 那個程式第14行 對 會放在16行的下面 對 第14行 然後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不行的話是為什麼不可以 第14行 放在哪裡 放在16行的下面 在第17行 如果不可以的話是為什麼不可以 畫面再借給我一下 你起來看一下 你說這個嗎 對 這個放在哪裡 放在這下面 對 可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是為什麼 這個 一邊切 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假如你沒有放在這裡的 你沒有放在上面的話 那縫回圈你基本上就一定第一個沒辦法 因為呢 這個實際上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我把那個抓下來那個 資料裡面 我先切 切一行一行的 那你切完之後再把 這個敘述說把他每一行的資料 再做細分 OK喔 所以你如果把這一行放在這邊的話 那變成說 你根本不知道有幾行 OK啊 所以上面這個這個順序一定是不能 不能夠 做顛倒的 OK喔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 注意啊其實我們做法 這邊 我們剛剛這個檔嘛 按右鍵 我是建議 Nord配++打開來 然後可以把檢視裡面有個叫特殊資源 顯示所有資源那個可能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裡面所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 反斜線 反斜線R 反斜線N 實際上就是指的是 CRLF 所以以後你看到CRLF 輕易把它自動轉成 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也就是我 一個 一行一行的把它切開來 那這個跟之前的那個檔案物件最大不一樣 檔案物件裡面有個方法叫realize realize就直接已經就切開了 可是呢在 在這個request gets他沒有realize這個方法 所以變成我們要手動去切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也就是以後可能要切兩次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喔 好 然後